随着天气越来越热,婴儿穿起尿布施也特别麻烦,很容易就捂出废子。 于是一些关于夏天不能给孩子穿尿布施的谣言就开始征型,更有甚者。 还说穿尿布施会影响到孩子的生育,现在的人考虑得真长远,从几个月的婴儿就开始担心孩子的性能力了。 那过一阵子是不是还能从喝水吃饭里看出孩子能不能考上清华伟大? 关于不能穿尿布施的谣言是错误的,现在很多尿布施都有通气口,不会长时间捂着孩子屁股导致屁股发红。 而关于影响生育能力更是笑话,生育重要的是精子活跃,而几个月大的宝宝还没有产生精子的能力,而且就算是可以产生精子。 穿尿布施以后的温度也不足以杀死所有精子,所以宝妈还是放心大胆的让孩子穿上尿布施吧。 比较穿上尿布施,代表也比较方便,就是要注意及时清理孩子的屁股,避免细菌的磁生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